真的問一下創下 仲邪跟失言的風暴 會不會影響到最後吹票的效果 他的吹票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先講他的失言是什麼 他今天的行程又沒有了 所以他去了故宮 去了故宮之後 周公新還專門的幫他做解說 然後韓國瑜呢 你知道他講的嗎 他對LED很有意見對不對 所以在高科技場 只會高科技不喜歡去 對這些古物 他就想要把故宮展出來 就他今天到那邊的時候 千言萬貨圖 還會在那邊看看看 他竟然問了一句問題 這個話是真的嗎 所以大家又傻眼了 難道我故宮還會拿給你贏品嗎 然後就真的嗎 所以他又開始得罪了古人 連古人都已經得罪了 可是他的吹票效果真的是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呢 有很多人去問了 台鐵 台氣 然後就國光 高鐵 禮拜五晚上 到禮拜六早上 所有車票 你現在都購不到 都賣光了 都購不到了 然後今天網路上已經有一張機票出來 我哥把他一個月的薪水 偷偷買了機票 他要趕回來投票 這麼感人 這麼感人 對 為什麼 很多在澳洲打工的年輕人 是為了韓國瑜所要回台灣投票 那當然他們回來不是為了投給韓國瑜 才是吹票嘛 所以他們為什麼 他們就一定要回來投票 我們年輕人一講到年輕人過去投票率低 因為韓國瑜 他們今年投票意願特別的強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害怕 他們覺得說天啊 如果一個中邪的這個人 他如果真的當選總統 小時候我們的偶像 初戀對象就是小蓮啊 就是住在阿爾卑山的小天使啊 你竟然敢說他傻傻的 所以他就惹罪人了對不對 我們活在台灣過得很好啊 你竟然要讓金正恩把他的銀河心四號飛彈 對準我們 我們也會害怕啊 所以韓國瑜他真正的問題是 這一次選舉真正最有吹票效應的是 當他講出這些什麼中邪啊 黑鷹這種事情 很多人呢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傷口上撒鹽 很多人生氣 那你怎麼會把小年都給得罪了 很多人火大 所以最後他的吹票效果吹得非常非常高 就是年輕人說哥 你呢 所有的薪水通通買機票回來了 所以他反而對於年輕人跟韓黑 還有一個超強的吹票效果 對的 那對於藍軍的歸隊呢 對於藍軍的歸隊裡面呢 當然現在呢 其實有些話就不好講 就是他們現在只有變成另外一種方法 他們絕對不是講韓國瑜 他們講的是 我也收到很多創下 就算是啊什麼啊什麼的 對不對 就這些動物 我們把它先拱上去再說 就是說我們先把為了下架 向英文 你不要再計較他的人力了 你不要再計較他什麼了 我們就算他是什麼什麼 以前我們把他先拱上去 以後再說 所以其實藍軍的吹票裡面 變成一種非常無難 非常無難就是說 他們只是為了要下架篩英文 西瓜都沒關係 西瓜都沒有關係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那種吹票 可是當你有這種星期的時候 你說他們真的到那最後一剎 那會像這樣子 我把整個月的薪水 都拿出來買機票嗎 通常這種強度是超了很多的 問一下創下 我自己在網路平台 YouTube直播當中 好幾次都被新加坡的網友抖內去吹票 然後香港的粉絲抖內去吹票 然後美國的粉絲抖內去吹票 日本的粉絲抖內去吹票 就是台灣這一場選舉 還有很多國際的力量在影響 然後在網路上各式各樣吹票的 還有很多是根本上沒有投票權的海外網友 其實這裡面是兩個現象 第一個狀況是說 其實今年是兩方面都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但是他們的支持者是等一個人 韓粉是說等一個韓國瑜可以解救他們 那所有人很多其他人是等韓國瑜今天有什麼 他們今天晚上就可以有一個歡樂 可以去交流了 也在等一個人 可是到投票行為的時候是兩個差距 他們很想笑韓國瑜 覺得韓國瑜太好笑了 但是他們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搶救蔡英文 因為尤其是像今天蔡英文 賴清德大嫂街之後 就韓國瑜跑到故宮 這種搶救的感覺是不會出來的 但他們為什麼還會抖內呢 還要回來投票呢 那個關鍵你要去看所有的狀況 他們的關鍵是 整個吳敦穎推出了一個 讓他們一定要投票的關鍵 叫做吳思懷 所以這個差別在這裡 他們之所以想要投票 不是在搶救蔡英文 也不是要去拉倒韓國瑜 其實你們網路上留言 很多人都開始很惆悵了 只剩五天了 以後沒有韓國瑜的話 我們晚上的日子怎麼過 所以他們是惆悵的 可是他們會回來的原因 其實是今年是因為整個國民黨 紅統化 一個吳思懷 所以其實今年去吹韓 年輕人出來投票的原因 不是只有韓國瑜 吳思懷這個老輩輩 更厲害 也在吹票 尤其是他們那麼多人 就海外或什麼的 吳思懷恐怕是比韓國瑜更關鍵 因為年輕人其實很喜歡韓國瑜 都很怕我還認識的時候 我那天在河堤散步的時候 一堆大學生 就是我那附近的大學 他們在那邊互相滑手機 笑得很開心 為什麼 他們全班都弄了一個老人的照片 然後後面放個中華美國國旗 然後假扮韓粉 然後走來有一堆韓粉會進去 然後他們就每天去看 韓粉有什麼好笑的 所以其實年輕人是非常喜歡韓國瑜 但是一定要投票 怎麼去拉高那個投票 是因為害怕吳思懷 害怕國民黨的紅統化 然後